刑事局P小組在透天別墅外埋伏 吃緊盾穿防彈背心小型衣接近大門口 同時兩批人仍持電鋸鋸開鐵門 另一邊試圖打開門鎖攻堅破門 一舉拿下詐欺集團 這個詐欺集團假冒銀行證券APP 發送假投資訊息後 引導民眾進行股票買賣 趁機洗錢炸財 警方巡線三個多月偵查破獲詐欺據點 查扣兩台進口名車 工作用手機36隻 桌上型電腦兩台金融存部 開山刀球棒電擊棒等證物 詐欺集團利用iMessage 發送假投資訊息 引導民眾使用偽造資台新證券APP 進行股票買賣 代以投入大額資金後 因無法兌現使警覺造詐 經警方調查 曹信主嫌有幫派背景 背負三條詐欺通緝 常年經營詐欺轉帳水房謀利 為索幣茶器 隱申在台中市郊區 租賃通天別墅 遣逐不出戶 日常飲食及用品 則由天生小地協助購買 深入追查詐欺車手集團 在去年8月至10月間 共提領20名被害人款項 共計2500多萬元 抽用250萬元 訊後將21人以洗錢防治法 詐欺罪嫌移送偵辦 詐欺罪嫌移送偵辦